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点就出发 四点多 我问当地的从那边过去比较不会在 国道五号南下实定路段进行高承载管制 车流疏导往北宜移动路口出现停顿红绿灯回渡车潮 国道一号南下王田以南道浦岩系统交流道路段 一大早返乡车潮涌现时速只有20公里 高速公路简直像是大型停车场 高速公路也公布中秋廉价地雷路段 国一南下杨梅新竹系统北上原山大华系统 国三南向三阴道关系 国五南向南港系统道平陵 往中部走国三乌日道雾峰国一张怀 蒲岩系统一共六大地雷路段 行车时间需比平常多出三到五倍 统计苏花南下路段从凌晨到早上十点 共计有八千多辆次 其中巅峰时段在五点到六点区间将近有一千辆 电框是大概一千二左右 那一千二其实大概对整个苏花路段来讲 已经是它的最高量 民众出门前应该先查询路况 避开尖峰时段 以免降级解封后第一个连续假期 诚信而来 拜信而归 三立新闻宜兰兰花莲彰化综合报道